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多方未变 微量不足 今天成交量还是一样 整个大盘来到了前波的高点 昨天创下9430的高点 今天拉回 昨天拉回后 今天在做弱势的反弹 但是反弹 微量不足 就是说在上涨的过程里面 微量不足 所有多方趋势未变 挑战前高 微量试问 但是可惜量能不足 市场在等待FED主席的利率报告 所以我们看得到 整个大盘陷入一个高档高姿态 强势整理 强势整理我们讲说 无量变无价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所以指数的空间它就有限 就在一个区间上下震荡 空间不大 那个股呢 那当然就是个股的表现嘛 个股因为量能不够 台股将近 我讲过 台股将近1700档 台股将近有1700档 那台股现在目前量就六七百亿 六七百亿 如果你扣掉法人概念股 台湾50跟100档 中小型指数概念股 MSCI 中小型指数概念股的话 大概这150档啊 就占了台股啊 将近五成的资金量 那剩下的五成 要给这一千两三百档 个股去分 那你就知道 它一定是形成轮动轮涨 那只有专业分析 跟第一手消息嘛 就是个股啊 它就是轮动轮涨 那这里啊 微量不足之下 这个就好像什么 小火啊 慢慢的在炖啊 所以一定是这样 不可能啊 马上沸腾 这个水温啊 不可能马上是沸腾 就个股 它一定是轮动轮涨 你要耐心的持有 轮动以后 一个时间 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以后 你就可以看到 很多个股啊 就会有一个 波段的涨幅 你就容易获利 但是啊 前提啊 是什么 前提我讲过 公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我们先回来看 台股啊 今天啊 在韩国啊 今天也是一样 现在重点 是来要讨论韩国 韩国啊 在联动之下 市场在比较 这个FED的利率报告 那接下来 我们看韩国 韩国跟我们联动最密切 因为韩国啊 在这里啊 已经突破 这个区间 有没有 区间整理 突破大量反压 我们讲过 如果要突破 一个大量反压 或高点 或突破一个区间 一定会量出 现存 见缺口 会往上跳空 所以 回来这里 台股要过 昨天的高点 还有这里的高点 一定也要像韩国一样 会出现 跳空 走涨 或量出 现存的走势 那台股 现在量还不出来 万事俱备 多方不变 结构也是多方格局 所以 微量不足之下 多方在这里盘整 盘整完毕的时候 第一个 要假借外债的力量 韩国联动最密切 韩国在这里 给他讨论 第二个 台股要过前高 跟这个 就是跟台 韩国一样 就是说 你要突破一个矩形 突破这个矩形 或者要突破这个高点 它一定会出现什么 一定会出现 这个缺口长红 有没有看到 所以台股现在 就像韩国一样 在这里盘整 带变 带变的时候 要等待这一根的 K线出现 而韩国在这个 突破区间 跟大量反压之后 接下来韩国 多方控盘 一天 两天 三天 明天进入 费事系数 第四天 第五天 就是说 星期四 进入费事系数 第五天 这个是最有可能 多方会发动攻势 就是在于 韩国联动 在外债条件之下 我们想说 外债 条件先了解以后 再回来看 内债的结构 所以外债的条件 联动最有可能 是韩国 在后天 也就是说 多方控盘 费事系数 第五天转折 这个 多方控盘 费事系数 第五天转折 最有可能的时候 会上涨 那既然如此的话 那你再等待嘛 等待如果这两天 指数啊 明天指数有拉回的时候 你才站在 才可以站在多方 因为微量不足的时候 不要去见价追涨 微量不足 见价追涨 来到高点 微量不足 很容易回眸一笑 就是说 整个大盘指数啊 来到高点的时候 它是很容易 就像昨天回眸一笑 因为量 量能没有办法释放出来 现在只有六百多亿 我们讲说 六百多亿过这个前高 这边的高点 有没有看到 这个高点 这个高点 是六百多亿 你看是不是六百多亿 在上涨过程里面 只有六百多亿 你看一下 这个高点有多少 有八百多亿 这个叫量小过高 六百多亿 高点不高 一日背离反转几跌 现在也是一样 现在也只有六百多亿 过前高 六百多亿过前高 那你就要小心 背离过高 高点不高 一日反转几跌 既然量能不出 为背离过高 高点不高 在涨的时候 量能没有达到八百五十亿的攻击量 不要见价追涨 那指数啊 一定要等待拉回的时候 才可以进场 你要记好 王老师 一再提醒 先知先觉 要先知道 不要不知不觉 不知道离开这个市场 因为量小 背离过高 高点不高 一定要记好这个教训 当初啊 在这里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 它就是这样 背离过高 高点不高 高点不高以后 它就一日会这样 反转这样 几跌 反转几跌的时候啊 你就看到它的杀伤力 所以那时候 我跟各位讲过啊 那时候你去看 这个 在10月25号的时候 它是不是背离过高 对不对 过到前面的高点啊 这边有八百多亿啊 这里上来也有八百多亿啊 六百多亿啊 六百四十四 这个叫背离过高 高点不高 一日反转几跌 既然你知道 会反转几跌的时候 那时候王老师 有没有跟各位讲 站在空方 那时候王老师的个股啊 全面站在空方 这些全部都是 站在空方获利的 各位你去看 这些全部都是那时候 站在空方 全面轰炸 各位 全面轰炸空方 对不对 空方全面轰炸 那时候啊 这些就是在这里 背离过高 有没有看到 背离过高 它就是什么 高点不高 高点不高 它就容易 一日这样 反转几跌 那现在也是一样 台股在这边 你要特别注意 它也是背离 只有六百多亿 那你六百多亿 背离过高的话 它容易这样 高点不高 一日这样 背离反转几跌 那既然如此的话 那指数绝对不可以 见价追涨 一定要等待 拉回的时候 再进场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那第二个就是要讨论 就是刚刚讲的韩国 韩国在这里 台股啊 要能够突破前高 或者是区间突破 要突破前高 一定要出现这个K线 一定会带亮 那接下来就借力死力 韩国在这里 突破了前高 为突破线 突破线以后 多方控盘 一二三 那星期四 就是第五天 废市系数转折 那你就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嘛 我讲过变盘一定有征照嘛 转折一定有迹象 当这个征照迹象出现的时候 就好像韩国一样嘛 十二月八号的时候 它是不是跳空往上涨 那跳空往上涨的时候 它会不会带动台股往上涨 会带动台股往上涨 那你十二月八号的时候 你指数 你就站在多方 你指数 你就站在多方 你就可以获利 台股往上涨 你指数站在多方 你就可以获利 就是原因是什么 我刚刚跟各位讲的 原因在哪里 原因在于韩国 所以韩国相加一二三 多方控盘以后 突破前高 举行的突破线 一二三 明天第四天 后天第五天 就代表它变盘的日子 越来越近 那既然变盘日子 越来越近 机会留给做好准备的人 我常讲 当你做好准备的时候 机会来临 当变盘征照 转折迹象的时候 跟上脚步 奋力急的时候 我告诉各位 你才有机会 一口吃成胖子 反败为胜 第二个 既然指数在这横盘的话 我刚刚讲过 背离过高 不要见价追涨 等待拉回 第二个讯号 就是在于 韩国什么时候 会废事系数 转折 在攻击的时候 就是台股东风起 战股雷 多方涨势 再起的时候 但是不管这个时间 来到了没有 台股现在就是多方未变 结构上就是轮动轮涨 个股 你可以看到 个股全部在这边 轮动轮涨 每一档个股 都是在这里 轮动轮涨 这些个股 轮动轮涨 各位 看到没 每一档个股 全部都是在这里 轮动轮涨 每天有不同的涨势 你要把这些各国 我讲过这些 都是好的股票 你就把报纸就好了 不要理他 早涨晚涨 都会涨 那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 你要选对股票 如果你选错股票的话 不会涨 就好像之前 王老师也跟各位讲过 好的股票 我一再提醒说 要两手策略 第一手策略 你要有一到两档 要有波段的持股 第二档策略是 买墙做短 轮动轮涨 那我们就先看 买墙做短 这些买墙做短的股票 各位 你就买墙做短 1527的赚钱 现在多少钱 现在92块钱 买墙做短 第二个 各位你去看上银 2049 他也是这样 还是一样 142.5 还是一样 142.5 你只要买墙做短 时间到了 温度到了 他就会获利 各位这些不是吗 这些都是之前做多赚的各位 每档个股 轮动轮涨 轮流获利 这个叫买墙做短 有没有看到 各位 包括这一个 每档个股 你买墙做短 对不对 这些好的股票 你就抱着 买墙做短 续抱 但是各位 你一定没有忘记 王老师之前 有跟各位讲过 两手策略 刚才讲的是两手策略 第一个 买墙做短 这些轮动轮涨 从这一波下跌开始 大赚这个空方的 对不对 下来先赚空方个股的钱 上去的时候 再赚买墙做短 轮动轮涨 但是我讲过两手策略 一手是做波段持股 一到两档 另外一手 我讲过 买墙做短 一到两档 你一定要春暖花开的时候 会让你有倍数 获利的契机的股票 其中一档 在演讲会的时候 在前两三个礼拜 演讲会的时候 王老师有公布这个答案 那今天王老师 在这里给各位看 那时候北中南 台北台中高雄演讲的时候 王老师有讲过 这一档个股 报老以后 它一定会从一颗小种子 变小树 变大树 变财富 只是师父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只是路遥知马力 疾风知晋草 你熬得过 我们讲说不经一番寒测股 哪来梅花铺鼻下 铺鼻香 你熬得过 这些千锤百炼 变成无敌铁金刚吗 各位去思考一下 这档个股是什么 这档个股 之前各位 你没有忘记 王老师跟你讲过 iPhone 8 对不对 iPhone 8概念股 月线三阳开态 对不对 那时候王老师拿这一张 给各位看 对不对 我们请导播照近一点 对不对 那时候我讲过什么 iPhone 8新的机型 前后都搭配玻璃面板 大陆的什么蓝丝科技 主要供应商是大陆蓝丝科技 那台湾有这个能力 做这个玻璃面板的 相关概念股 各位 那时候我跟各位讲是什么 你自己看 3580各位 现在多少钱了 也没多少钱了 28.85 现在28.85 已经赚了5块半 王老师还续报 已经5块半了 各位 他是准备要突破新高 要冲出去 当这个最大量被突破的时候 你就知道什么叫做 大鹏一日同风起 扶摇直上9万里 我们先进段广告以后 回来王老师再告诉你 先注意一下广告讯息 在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 数位超一名 生活更happy 好 各位投资朋友 特别注意 在这个星期六 在台北下午2点到4点 王老师有场魔法讲座 台股第一季趋势跟强势股布局 除了刚才公布的有微科之外 接下来12月份下个礼拜 即将发动的标股布局 一定要跟上 说清楚 讲明白 在只有台北这一场讲座 因为中南部王老师 星期一天有事 没有办法到南部去 所以北部和投资朋友 把握这个机会 赶快跟线上助理联络 古海茫茫千变万化 多空趋势如何掌握 其实 您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细发投雇 卓越理财团队 整合优势资源 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 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选择 永远只有一个 启发投雇 02-2389-5489 2389-5489 启发投雇盘中收费语音 0204-58966 0204-58966 投资理财是一辈子的事情 启发投雇用最细腻的心思 为您做最专业的分析 稳定的投资通管 涨事做多 别事做空 灵活的资金运用 顺势多空 双向操作 带领您避开风险 追求最高绩效 给自己一次积极创造财富的机会 致富之路等您来加入 启发投雇02-2389-5489 2389-548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实的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不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迹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欢迎回到现场 刚刚讲到这一档个股 在11月份的时候 王老师给各位看说 这一档iPhone8概念股 对不对 这一档个股 这一档个股 那时候王老师跟各位讲过了 这一篇报导 有没有看到 11月6号 有没有看到 11月6号的报导 对不对 告诉你说iPhone8 前后都搭配玻璃面板 iPhone8明年第三季亮场 预估市场预估 销售量会达到1亿支左右 主要供应商 除了港支还有谁 大陆是 这个蓝丝科技 那你看一下 这个博恩光学 博恩光学 主要就是蓝丝科技 跟博恩光学 博恩啊 这个董事长 是靠什么 靠玻璃致富 有没有看到 他是靠玻璃致富 各位 现在你就知道台湾 如果这一档个股 我们讲说股价先走嘛 消息随后嘛 所以给各位看嘛 所以11月17号的时候 来到了低点 难得拉回来 各位 他是不是拉回来了 各位 你去看一下 从这里开始 11月17号 他是不是拉回来了 那11月6号的时候 报纸登出来嘛 对不对 11月6号的时候 在这里报纸登出来嘛 对不对 那是我告诉你说 拉回来 就是绝佳买点 这一天 11月17号 你看一下 是不是11月17号 这一天 是不是拉回来 最低点 他是不是拉回来 最低点 修正完毕 拉回来修正完毕 接下来 在这一天 冲冠不成 报了大量 接下来 他用时间化解空间 这个叫做 震荡洗盘 甩轿 甩完以后 你就发觉 这两天的量 已经慢慢出来了 他已经慢慢出来 他告诉你一件事情 当时间化解空间的反压 这个大量的反压 就好像韩国一样 韩国这里有一个大量的反压 有没有看到 如果他要突破的时候 他就会直接跳空大涨 这个突破的时候 一样 我跟各位讲这时候 你没有看过猪走路 也吃过猪肉 他三知识可以工作 一样去画葫芦 他代表是什么 他已经多方 濒临城下 随时啊 一下子 他就要跳空这样 走掌突破以后 就大鹏一日同风起 就准备扶摇直上九万里 所以拉回的时候 师父领进门 演讲的时候 我又跟各位讲过 拉回的时候 是最低点的时候 就是告诉你什么 难得的什么 最后的什么 买点 这个买点的时候 你现在就抱着他 不要理他 因为最后就会从一颗小种子 变小树 变大树 最后变财富 28.85 现在28.85 赚了多少钱 5块半了 有时候我为什么一直跟各位讲说 你要有两手策略 要有两手策略 一手啊 你要持骨 要有耐心 他经过时间的催化 经过时间温度到了以后 他会像抱怨米花一样 就会喷出 早涨晚涨都会涨 只是急涨还涨问题 只要他有业绩 有题材 有现行 有筹码 所以你要有两手策略 第一个 你要布局啊 一到两档啊 这个啊 中线的格局 我会再提醒 春暖花开以后 会让你啊 笑开怀 就是你要有 一到两档 在演讲的时候 北中南王老师 有公布这一档个股 对不对 刚才讲的 给各位看了 对不对 这一档 王老师是不是演讲的时候 跟各位讲了 你来现场的时候 王老师是不是公布给各位了 对不对 公布给各位 那时候你来现场的时候 王老师跟你讲 那时候因为 在电视上 我讲过 那时候 王老师用这一档 现行给各位看 接下来 王老师用他的消息 给各位看 接下来演讲的时候 王老师跟各位讲 我讲过啊 好的股票 绝对不会急墨 所谓路窑之马力 急风之进草 所以说 在这里 他一定会经过什么 一番的寒撤股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嘛 他一定会震荡嘛 甩轿横盘整理嘛 经过一番寒撤股以后 你会发觉说 当他如果在这里完毕 攻击准备 再走一个身段的时候 我们讲说 在发动一波的时候 也许你发觉说 哇 长得这么高了 好可怕 各位 横看成岭 侧成风啊 远近高低 各不同啊 子原生在此山中啊 不适如山真面目 我们举维心好了 各位 维心你看看 它在这一波 长了一大段的时候 可不可怕 你去看维心 我们就举这种大型股 股本八十四亿的维心好了 你看它这一波 长的时候 长幅大不大 如果你这样看的时候 长幅大不大 你告诉我 从二十一块钱开始起长 长幅大不大 长到四十八块钱 长一倍了 好可怕 他告诉你 可怕在哪里 可怕是从四十八块钱 长到九十块钱 再长一倍 也就是说从二十八块钱 长上来 长到九十块钱 各位 他长了几倍 长了三倍 连这种大型股 长了第一次的时候 长一倍 好高哦 后面告诉你更高 现在王老师 也跟告诉你一样嘛 半亩方唐一见开嘛 天光云彩 共徘徊嘛 对不对 为什么 有些股票啊 你会发觉 为什么就是说 它这么明 短线涨幅这么大了 它还会再涨 我常讲说 股价先走 消息随后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也许你看到这一段 涨幅好大了 好可怕 对不对 刚才王老师 拿微信给你看 所以股票一定是这样 两手策略 一手要有一到两档 你要做到强势 要能够颇断持股 到最后 它不是获利那一层两层 而是有备数获利的机会 到时候你才发觉说 这股票 当它突破这个最大量的时候 它就会讲 喷出啊 各位你去看一下嘛 北辰 各位 你看一下 它这些大量 这些大量 被突破的时候 连续拉出两根涨停板 对不对 不是如此吗 没看过猪走路 也吃过猪肉 他山之死 也可以攻错了吧 接下来 那时候演讲讲说 第一档是这 第二档我讲过 医学概念股 这个不得了 这个题材可大 我再提醒 这个题材可大 今天会在这里 跟各位讲说 很重要原因 下个礼拜 即将发动公式 就是从现行里面 业绩题材里面 所有的压缩 已经转折到下个礼拜 要发动公式 我要提醒 措施这一次机会 你一定会垂足顿胸 真的垂胸顿足 我讲过 股票有1700档 你不要瞎子摸象 你只有专业分析 跟第一手消息 我再提醒 你一定要公欲善其事 必限利其器 你一定有专业分析 能够分析出 它的业绩题材 现行筹码 是不是小和财 肉尖尖脚 蜻蜓立上头 你要有第一手消息 要能够先知先觉 先知道 才能让股市有加倍致富的可能性 我再提醒 再讲一次 下个礼拜 即将发动公式 是你进场布局的最后阳机 跟上脚拨 这一次措施 我讲过 你措施的有位客 第一档进场的也好 或者短线 这些个股 你没有赚到 也相当可惜 对不对 这些都是强势股 你去看 哪一档不是强势股 你没有进场的 都是相当可惜啊 这些个股都是一档一档这样 多单的获利 包括空单的获利 轮流涨 轮涨 轮流获利 所以王老师要跟各位讲什么 机会留给做好准备的人 机会来年 你才能够倍数自负 现在王老师要告诉你 下个礼拜 即将发动公式 要进场了 你准备好了没 如果你准备好了 赶快拿起电话 跟线上助理联络 最后祝各位操盘顺利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价正确 无不让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 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 数位超一顶 生活更happy 好 各位投资朋友 特别注意 这个星期六 台北有一场讲座 下午两点到四点 台股第一季的趋势 还有标股下个礼拜 发动的布局走势 这一场演讲非常重要 北部的投资朋友 把握这个机会 拿起电话 跟线上助理联络 没有办法来现场 参加的投资朋友 王老师告诉你 比照会场的优惠价 跟上脚步 把握最后上车的机会 赶快拿起电话 跟线上助理联络 古海茫茫千变万化 多空趋势如何掌握 其实您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启发投雇 卓越理财团队 整合优势资源 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 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选择永远只有一个 启发投雇 启发投雇 0223895489 2389 5489 启发投雇盘中收费语音 020458966 020458966 投资理财是一辈子的事情 启发投雇用最细腻的心思 为您做最专业的分析 稳定的投资通管 涨市做多 跌市做空 灵活的资金运用 顺势多空 双向操作 带领您避开风险 追求最高绩效 给自己一次积极 创造财富的机会 致富之路等于来加入 启发投雇 0223895489 23895489 玩人很环保吗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是不是一只鸽子 背着高丽菜 那是环保标章 你看这边有说环保啊 你看全天然 这样就好 不是吗 有环保标章 才是对健康好 最好 而且经过政府 厌城通过的 最好还是上 预设生活咨询网 台湾人 你们真的很在意环保耶